我想由各個縣市的警察局 然後在不影響我們遠景的休假勤務等等 我們調整勤務要來加強擴大酒駕的零檢 每個縣市都會動起來 酒駕公務門是這樣子 當然這個就由檢察官 因為酒駕違法行為 這個會移送地檢署 因為這個牽涉到偵查的問題 那就由檢察官來 依具體狀況由檢察官來決定 這個我不反對 限制住居是這樣子 人民有遷徙的自由 這是憲法保障的權利 但是憲法23條的規定 為了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要增進公共利益等等 有四個條件之下 是可以限制自由的 但是這一部分要限制人民的自由 那當然這部分就要有相關的法律依據 因為遷徙自由是憲法所明定的 所以陳市長講的這個是沒有錯 但是這個就是要用法律來做相關的規範 那這個規範到底是要從哪一個部會來處理 那也要再研議 因為限制這個自由 一般來講 我們在像犯罪嫌疑人 被告或者是受刑人 他的自由都是要受限制的 那甚至在審判中 或者是在偵查中 都可以限制他的住居 都可以這樣子 所以如果他酒駕被抓到 那就是他已經變成犯罪嫌疑人 我們所謂我們在刑事訴訟法 是直接都用被告來稱呼 那這個被告當然 講大官就可以限制住居 這個已經由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 但是如果他已經服刑完畢以後 還要再限制住居的話 那這部分可能就要有相關的法律 再次的規範 那你認為酒駕是一種謀殺嗎 酒駕是要看他的狀況 因為故意過失 是要用客觀事實來認定他主觀的犯意 謀殺是一個故意 那有一些行為是過失 所以故意過失要從他客觀的行為 來判斷他主觀上有沒有謀殺的這個故意 所以很難說就這樣子講說 酒駕就一定是謀殺 這樣子講的話 就沒有把故意過失的這些構成要件 在法律上做相當的分析 所以那個不能就這樣一句話 就把它蓋過去 這個要做我們所謂的犯罪構成要件裡面 故意跟過失所謂的有責性裡面 要做相關的分析 這樣才能夠從客觀事實認定 他主觀的犯例有沒有故意 好